如果它可以摺曲, 其实我也有点害怕 既然它可以, 我就试试 如果大家有留意这个影针产品 相信都知道近年开始 HDMI 线已经上升到新规格 就去到HDMI 2.0 HDMI 的全度物料 都多了一种叫HDMI 光纤线 就是这个 开组盒 Fiber 大家好, 我是郭仁 欢迎来到VivaSound.com 今天和大家介绍的产品就是这个 Fiber Fiber 光纤线 要介绍它, 先和大家介绍什么叫光纤HDMI 线 HDMI 线本身是铜线 长的HDMI 线 因为铜的衰减大 所以线通常要比较粗 大家都知道, HDMI 这些头 你一定要整条入线过后 有那么粗, 有那么硬, 有那么容易断 很多时候就不好意思 你怎样强, 怎样强也好 大家都知道, HDMI 线其实都挺鲜薄 如果这条线有硬粗 很容易就会断了 有玩开家庭已经知道 可能你买一条HDMI 长线 买一条靓靓的 走一跌, 四五千起标 可能到最后发觉, 完全不可以 再看一轮线 接着后来又不可以 因为它开始背叻 好了, 去到前几年 HDMI 终于有光纤版 但当时光纤, 因为芯片仍是上一代 所以你需要另外再给电 而且非常昂贵 差不多都要说, 贵起来的 都要整个皮, 整个银 走线都要很小心 虽然它有, 但它转动的屈曲 接曲有限制 如果你接不太曲 也是会断 你知光纤一断 就完整条线都完 没得收获了 所以某程度上, 都是富贵人家的换衣 就一定是福贵人家的换衣 DMI 线是未有的 Viber 的母公司是长芯性科技有限公司 他们本身是一间光纤生产商 上网过大海的光纤蓝 都是他们生产的 所以他们是一间非常资深 和真真正正是生产光纤的厂家 这道光纤线是100% 是支援我们现在最新的技术 当然是一定要支援的 就是HDCP 2.2、HDMI 2.1 4K 10bit Color 4444K 60Hz 做ISF 形成 暂时来说是同类型的产品 唯一一个是拿到ISF 形成 即18GB 传送速度是100% 过得到 试过过8K 完全没问题 可以简单来说是Future Proof 好,打开HDMI 线线 打开就看到了 这样而已,打开在旁边 这条光纤线 还有一个特色是非常接受屈曲 它亦是世界上 应该是唯一一条可以做到180度屈曲 而完全不影响它的传导 我看它的宣传 就是这条线接了 当然这条线 包住四心光纤 围住还有无氧桶 又有防弹布 物料 再包 再做内高温防火的保护层 外面 就是防正电网 所以如果它说它可以接曲 其实我也有点害怕的 不过既然它说可以 我试试给大家看 究竟它180度是怎样接 啊...啊...啊... 好害怕喔 其实它线身都有点艰难度 所以真的要药 都会有一定的难度 这样我已经很厉害了 因为它硬了 我不想再大力打开 但是呢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好吗? 因为其实按不下 再按再按应该是尽的 好了 我现在试试有没有断掉 有画面 有画面,放心 这样摘也没事 过关 有方向性的要求 很容易看 基本上这个就是梳士 这个就是显示器1和2 应该不会弄错 再怕弄错的话 这里还有电视机和Play的播放机 插进去播放信源 这里是有灯 它是有颜色的 有绿色、蓝色、红色 分别告诉你们 未接接不到 还有顺利通过有信号 所以很难摘错 摘线这个位置还有一盏LED灯 这么先准? 但其实我又看不到有灯厚 这么厉害吗? 真的有盏灯 真的很神奇 你变成插线时 就可以照清楚位置 还有一个就是光纤线的速度 是非常快 完全接近没有延迟 所以HDMI 传送信号 即使它是传送一个大数量的影音信号 都一定是非常快速 还有需减近乎零 所以这一点就是光纤的优势 当然你问我 用一条这样的线 究竟声画方面有什么改善? 它的规格是一样的 但如果大家玩开同线的HDMI 年代 有听过就是说 我买一条HDMI 线的声音会比较漂亮 如果你是未试过的话 其实你是甚至乎不会明白 还有某些人用一部4K Blu-ray 机 为什么要一条线独立行视频 一条线行视频 一条线行视频 明明一条线可以行光影音 为什么要分开两条线呢? 我绝对试了很清楚 是一条HDMI 线与不漂亮 对声音的影响是很大的 对画面也有影响 但没有对声音的影响这么大 所以 某程度上 如果你是用过声 那条HDMI 线 你都要选用过他 当然我不是认为你一定要用很贵的HDMI 线 但是你必须要认真去处理这条线 按来画面是完全没问题的 很干净利落 还有一个就是我已经买了一餐的Posella 喇叭 设定好之后,我第一时间会试这条线线 缴调音声音是怎样 不然会用机器来量度光度和一条铜线的分别有多大 这样就要等投影机正式落实和安装所有的幕后才可以试得清楚 喜欢我拍片的朋友给个赞,我还未订阅我的频道记得订阅 好,再见!